消委會的資料顯示 今年上半年 有關家居小型裝修工程的投訴有34宗 按年增加6% 上單位裝修得妥妥當當 然後入住 找人裝修之前最好比較多幾間的收費 而且要提清楚合約細則 工程費亦要分段支付 這個位於新葵芳花園的兩房單位 實用面積415呎 業主在30年前一手買入之後一直自住 最近想轉變一下居住環境 所以找人全屋翻新 一個月前開始 不過到現在都還未完工 看到四周圍都還有不少的裝修物料 牆上亦都有不少電製位未裝 至於牆身 研柳斯說裝修工人只是剷了底 煎了灰 還未過沙子 更加未開始油油 工程中途暫停 原因是裝修公司在施工期間 向業主收取材料費 但是雙方對用料計算方法出現分歧 雙方最大分歧的是對石材的計算方法 合約這裏是怎麼說的呢 就是全屋安裝 麻石吸取麻石 現在這隻不是麻石 連工料 每條多少錢 現場照數 我已經數到的了 裝修商就跟業主說有13條 誰都不知為何會數到13條出來的 我已經數過了 其實現場我數到只有7條 但是問回業主 他就說 裝修商跟他說 好像這條一樣長過40寸的 就要當兩條 另外裝修公司說 要收48個新造電製的價錢 但是驗樓師說 根據合約上對新造電製的理解 全屋只有20個新造電製 問題可能是跟裝修公司 將一組燈和一個電製 分開計有關 在合約上 他就說 是每一個新造床後電製的位 多少錢一個 其實一組燈和一個鍵 是應該當一個位的 你不可能有一個鍵沒有燈 如果這樣數兩個 我們所有的全部都雙倍 不可能的 這些應該當一個 而且既然你說得明 是新造床後電製的位收錢 舊制其實不可能收足一個 這個價錢 而且因為工程 譬如做油漆和煽灰時 就會方便 他就拆了舊制 這些舊制 其實他應該要裝上那個制盆 驗樓師建議 雙方應該在合約上 清楚定名 這些材料的計算方法 就算員工的時候 數量有增減 都可以減少爭拗 根據合約顯示 業主是分三期付款 首期是四成 中期是四成 尾數就兩成 據了解 業主已經給了百成的裝修費 但是要帶執的廚房和洗手間 看來員工還有大段距離 只是拆走了地磚、洗手盆和座廁等等 而裝修公司 現在要業主給了尾數才肯再開工 有律師認為 業主可以無需即時支付 合約說明是員工之後才能付 如果是員工之前已經付25%的話 跟合約好像有點不同了 當然這是你情我願的 如果業主願意在員工之前付20% 這是你情我願的事實 由於單位現在都未到合約上的員工日期 裝修公司都未違約 不過如果業主都擔心他們會辭助員工 律師就建議業主可以出一封信 提醒或者警告他們要遵守合約 事實上 銷委會的資料顯示 近期家居小型裝修投訴 有上升的趨勢 今年上半年收到34宗投訴 按年增加6% 銷委會建議業主 在選擇工程承辦商的時候 要貨給三家 而且必須要以書面形式 記錄承辦商的口頭承諾 如果工程正在進行有增減的地方 就應該先重新報價 以及以書面確認 以免爭拗